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Bell的美剧解说时间 这一期将会继续为大家解说 Scopian天蝎第一季第五集的剧情 在开始之前很荣幸的跟大家宣布 我们第四集的解说平平安安的在YouTube上传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可以到我们的频道里观看我们其他的影片哦 好上一集说到瓦特他们接了个私活 结果被栽赃陷害 瓦特还被关进了监狱里 第五集开始于一位浑身脏兮兮的疯子男 利用指南针徒步穿梭于核弹反应堆周围 在一个定点暂定后 他开启倒计时 神色镇定地等着军方逮捕他 剧透一下 这个疯子男真是个狠角色 在之后几季里都会有戏份 Bell非常不喜欢这位人凶 被逮捕时 疯子男只要求命见瓦特 凯布紧急地接上瓦特 瓦特一听是疯子男 立刻要求凯布不要告诉天蝎众人 原来疯子男竟是前天蝎成员 不过因为精神状态不稳定 而在三年前被瓦特送进了精神病院 两人一见面 疯子男就连续吐出一连串的数字 审讯室里所有的人都一头污水 只有瓦特了解疯子男的意思 疯子男原来是一位无线电专家 他监控了空中传送的每一个信号 其实就是个监听狂魔 疯子男在监听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大异常 然后他口吐一串奇怪的数据 让瓦特到他家去找线索 瓦特隐瞒的是疯子男家的事实 把天蝎众人集合起来 可是大家从庭院前的设置 立刻推断出 房子其实是疯子男的 大家的反应很激烈 反感甚至还带有一点恐惧 从疯子男录下的监听对话 很显然的是旧核电站的中枢系统 停止更新上传 核弹辐射开始泄漏 而核电站的机构人员 却选择隐瞒不上报 瓦特决定让天蝎接下这份任务 升级核电站的旧系统 军方将军不相信封子男的话 认为核电站一切数据正常 可是瓦特对桌子下的电线一阵倒鼓 温度表上立刻显现出 核电堆其实已经过热了 而旧的系统已经没办法 调控反应堆的温度 所以天蝎首要的任务就是 升级系统 而他们需要熟知反应堆情况的 疯子男的协助 希尔脱比乐乐一听立刻反对 可惜佩吉劝说瓦特无果 疯子男一来就很是兴奋 开始分配任务 乐乐众人反对 可是瓦特坚持任务为先 希尔负责下载反应堆的效准程序 好让系统重新认知判定 核电站是否在正常运行 或者是已经出现纰漏 脱比乐乐被分配到外楼的电脑房 去确保整体硬软件 都做好了系统更新需要的准备 因为整体主席机构过旧的原因 乐乐建议进行一个全面的诊断 担心任何下载或者是更新时产生的电量 会毁了整个核电站机构 疯子男反对 觉得全面的诊断很可能 就会让系统超复合运转 瓦特听取了疯子男的意见 跳过了整段步骤 直接下载反应堆的效准程序 乐乐因为瓦特不听取他的意见 而气炸了 狠批了瓦特一顿 还是气不过的他 直接对主机进行了电路检测 结果爆炸声传来 整核电站都震了一震 警报灯警报器不断的响起 原来是一架备用发电机爆炸了 乐乐觉得是自己进行检测而导致的 这时候肤色开始泄漏 大伙需要在安全门落下前跑出去 瓦特凯布落后了 结果被困在核电中心 乐乐指导他们去另外一扇门 凯布在奔跑过程中 因为一块松动的铁片跌倒 瓦特尽全力地延迟了安全门关上的速度 可是凯布还是被困在门外 大家成功抵达外楼的电脑房 可是核电中心的一个管子爆了 带有辐射的蒸气开始泄漏 凯布需要在十分钟内逃出 凤子男在瓦特的逼迫下 建议凯布从核电站的排水管逃出 排水系统会把管道里的水直接抽出 排到大海 糟糕的是 核电中心大楼的平面图 显示不出来 打印也打印不出来 只好让乐乐佩吉 带着凤子男回到他家 从监听录制中找出排水管的位置 以及型号 凯布成功脱困 军方人员也成功接上了他 还有不到30分钟 核反应堆就会开始融毁 天蝎首要的任务就是更新系统 然后利用新系统 远程传送和控制反应堆的基建 系统成功更新了 可是瓦特突然发现 原来凤子男早就把一个重要的基建拔除 没有了这个基建 大家就没办法把更新的文件 从电脑传送回控制室 然后借此来调控核运站所有运作 原来一切都是封子男的轨迹 他早就在系统里放下了一个病毒软件 然后当乐乐启动系统调查时 这病毒软件就会启动 所以之前的事故 根本就不是乐乐的错 因为临时他们没办法找到基建 大火在距离核电站 轮回还有三分钟之内 连忙赶到了凤子男家 利用凤子男庭院的天线来传送信号 结果凤子男为了报复 故意不提供天线的全线密码 他只提供了一连串的数字 来让瓦特推断 最后还是佩吉推断出密码 是瓦特把凤子男踢出团队的那一天 利用天线 瓦特成功把更新的文件上传到了控制室 成功掌控回核电站的运作系统 控制了核电站 阻止了核电温度过高 以及辐射泄漏的事件 凤子男理所当然的被逮捕 而这时的佩吉才真正发挥了他的效用 让整个天蝎小队更团结 瓦特甚至当面承认了佩吉 是天蝎的一员 佩吉正式融入天蝎 好啦 天蝎第一季第五集的解说到此为止 喜欢这部电视剧的记得点赞留言 我会继续解说更多集数 谢谢大家观看 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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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